一级战备状态是一个国家最为紧急的状态 一旦国家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那么就预示着国家马上就要进入一场战争 中国作为一个从战火中建立的国家 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但是在1949年以后 我国却也有过六次一级战备状态 这六次一级战备状态都是为了对抗谁呢 在一级战备状态下 国家和军队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今天就带大家一起来回顾 新中国成立以来进入六次一级战备状态的历史 回顾新中国的硝烟岁月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所以自1949年以来 我国在面临争端的时候 一般都会保持克制 不会与其他国家发生武力冲突 避免战争 但是国际关系的变化风起云涌 国际局势波轨云厥 所谓树欲净而风不止 中国寻求和平发展的道路 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更何况战争在地球上 也从来没有停止过 所以为了未雨筹谋 我国自建国一时就特意设置了四种等级的战备状态 这四种战备状态从达到小 数字越小 等级越高 分别是一二三四级战备 所以一级战备状态 就是我国最高等级的战备状态 一旦进入这种状态 就说明我国面临的事态 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通俗来讲 就是敌人的军队已经在边境线上大规模入侵了 在一级战备状态下 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将全部进入刀枪在手的临战状态 全国各大城市开始戒严 尤其放军接管各地的治安维护 我们的各种战备武器全部进入叙事待发模式 航母、核潜艇等马上进入预定地点 各种导弹立即送往发射场待命 全国的生产活动为军事准备让路 所有的武器弹药、后勤储备 要加班加点生产 民用交通运输 同样要出于随时等待调命的状态 建议的人民子弟兵和枪实弹听候调遣 所有外出休假的士兵立刻回归部队建制 退役士兵同样需要回归部队 退役时间不满三年的退伍军人 将作为战时预备役 第一批补充进现役 同时应急扩编部队编制 也就是说所有现役军人将组成保家卫国的第一道钢铁防线 而退伍的老兵则属于第二道防线 在一级战备状态下 中国将会进入以举国之力抗击外敌的状态 而一次又一次的历史事件告诉我们 团结凝聚在一起的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历史上我国曾经六次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基本上都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那么对抗中国一级战备状态的国家都有谁呢 在这个世界上是谁先挑战了万众一心的新中国一级战备呢 答案自然是二战之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美国 不过在美国之外也有其他15个国家分享的这一殊荣 他们分别是英国 法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荷兰 比利时 卢森堡 希腊 土耳其 哥伦比亚 泰国 菲律宾 南非联邦 埃塞俄比亚 不过相较于美国来说 这15个国家都只是舔头 毕竟新中国第一次一起战备指令下大的时候 我国人民所要发动的是二战之后 对世界局势影响最深远的一次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 不过 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前 我国其实经历了四个战备等级的变化 直到朝鲜领导人开始向中国人民求助 全国才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一开始 虽然毛主席等第一领导人已经看出了 美国人是最翁之意 不再久 出兵朝鲜的真正目的 是针对刚刚新生的中国 但是由于当时战争一开始 是南朝鲜和北朝鲜的内政问题 美军也没有越过三八线 所以毛主席并没有下令我国部队入朝 直到麦克阿瑟狂妄自大的越过三八线 直逼鸭路乡 甚至进一步轰炸我国丹东地区 扬言要占领朝鲜 重新划分中朝边界 这时候我国再克制下去就变成了助长敌人的嚣张气焰 毛主席接到了朝鲜领导人的球主之后拍板 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刻宣布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啾啾昂昂跨过鸭路江 轰轰烈烈的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经过长达两年零九个月艰苦卓绝的斗争 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胜利 还有两次都是和美国有关系的 第二次便是著名的解放军炮击金门事件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了捍卫国家主权 第二次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因为败退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和美国签署了一个非法的共同防御条约 使得美军有理由侵入到台湾海峡 这一举动严重威胁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在美国人的撑腰下 杨介石独自向我国大陆沿海投送军事力量 给我国沿海居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产威胁 并且美国根据这个非法条约 还想更进一步分裂台湾和祖国的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 战争已经是一出即发 毛主席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当即下令 全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随时准备解放台湾 1958年8月炮击金门开始了 并且一直持续了20多年 随着中美建交的破冰开始 才逐渐平息和结束 美国人从1979年1月1日起 开始在四个月内撤离台湾 中国再次取得了捍卫国家主权的胜利 我国第三次因为美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也是我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最后一次 1996年第五次台海危机的时候 由于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大搞台独政策 美国也故意试探中国底线 对祖国的统一大业和领土完整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威胁 从台湾地区领导人窜访美国之后 中共中央就下令全国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准备一旦海峡对岸有任何逾越雷池的举动 就出兵武力收复台湾 命令下纳之后 解放军海陆空三军第二抛兵部队 云集在台湾海峡沿岸 举行了规模巨大的军事演习 我国陆基导弹的标靶直接落在了高雄和基隆的外海 但是由于我国两个叛徒的出卖 我国依靠军事演习实现赴台的目的被泄露了 美国先后调弃了两个航母战斗群进入了台湾海峡 我国的计划最终功亏一篑 这是我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之后 唯一的一次失败 在国际关系上 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 所以我国曾先后针对两个社会主义国家 发起过一级战备 这两个国家 一个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强大的国家 我们曾经的老大哥苏联 另外一个 是我国曾经无偿援助他高达200亿美元的 社会主义兄弟国家 遇难 如果说 面对美国 我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是慷慨高歌的反帝斗争 是激昂高亢的统一斗争 那么 面对北方的苏联 我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就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了 禅欲紧张 甚至可以说是悲意状 相较于中间隔着太平洋 又在朝鲜战争中 面对我国吃了苦头的美国 苏联与中国有延绵数千里的边境线 且无论是苏联高加索 西伯利亚 还是中国内蒙古 新疆 都是一望无际的平坦地形 一旦冲突爆发 苏联的百万钢铁洪流 就可以长驱止入 直到中国腹地 并且苏联还拥有核武器 在苏联内部的激进将领中 有一大批人坚持通过核武器 为苏联的对外开战开路 即使是对中国也不例外 1959年 苏联公然在中印边境问题上 袒护印度 并毫无预兆地 撤走了所有原华专家 正式与我国交恶 最后 在1964年到1968年之间 苏联多次在东北的中卒边境 挑起军事冲突 打死我国渔民和边防战士 1969年3月2日 苏联无视我国警告 入侵位于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 此时 中共中央已经忍无可忍 尽管苏联一直以来 已经在我国北部陈兵百万 但是苏联直接入侵我国领土 实在是欺人太甚 毛主席下令 全国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 在战斗中 中国解放军沉着冷静 面对战区装备优势的苏军灵火激动 运用地形优势和战术优势 成功击退了侵略珍宝岛的苏联军队 并且缴获了一辆苏军坦克 珍宝岛战役之后 苏联自然不肯闪罢甘休 以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齐克为首的激进军人 开始主张用核武器打击中国 苏联政府也开始持续地扩大边境冲突 不过在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反击下 并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在军事上 失利的苏联开始转向外交上的斗争 核计划则因为美国的干涉而放弃 1969年9月上旬 中苏边界谈判开始 不过这一谈判 一直到2005年 中俄边界才最终确定 包括珍宝岛和黑瞎子道在内的领土 全部被划归给了中国 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 相信大家都已经十分熟悉 这一次的一级战备状态 同样是我国为了保卫国家领土安全才进入的 随着越南第一代领袖胡志明去世和越南战争结束 集体胡志明的李损集团 就开始在反华和对外侵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中越关系逐渐恶化 最终在越南的一孤行之中 终于到了不得不刀兵相剑的底部 自从1975年开始 越南就开始不断侵扰我国广西边境 1979年在苏联的授意下 越南公然撕毁了中越之间的南海条约 侵占了我国南沙96%以上的岛屿 并且侵略了中国的老朋友柬埔寨 最后当中央扁宣布 我国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 2月17日对越反击战正式打响 这次对越反击战用一句老话来概括 就是杀鸡也用载牛刀 毕竟在1979年之前 国军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打过仗 所以狮子驳兔上用全力 越南军队在中国的全力输出之下 节节百退 如果最后不是考虑到国际影响 许是有将军高低得进越南首府河内逛逛了 自卫反击战结束之后 越南人贼心不辞 所以为期二十年的老山轮战又开始了 不过此时全国已经不再是一级战备状态 老山轮战更大的意义 也是给各大军区练兵 随着1990年国际局势的改变 和中越关系的缓解 三年后老山轮战正式结束 细心的看官可能已经发现了 这才五次一级战备啊 还有一次呢 还有一次就比较特殊 是在1976年 这个年份说出来诸位大概可以猜出来 为什么我国会进入一级战备了 因为在这一年 我们的伟大领袖去世了 毛主席去世的第二天 军委全体就下到了全军进入一级战备状态的指令 这一指令是为了防止有国家或者不法分子 在这个中华民族悲痛的时刻 趁乱发起针对中国的攻击 不过幸运的是 这一次一级战备仅仅是一次恰当的未雨绸缪 毛主席的李氏给中国人民的感情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但是并没有让中国人民变得虚弱 这个国家已经继承了他的思想 他的意志 并且已经在他的领导下变得强大 已经没有人 没有国家敢再肆意欺凌中国 践踏中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不妨长按点赞强烈推荐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与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